大家好,11点41分了啊,11月12号 中央财政委员会办公室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叫韩文秀 他在这个12号,也就是今天啊 他在19届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办好自己的事 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 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 照章纳税,别偷漏税,该交税交税啊 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 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 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 同时,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 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 绝不能杀富济贫 杀富质贫 不能搞逼捐 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 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是啊,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前两天,那怎么人家那个腾讯的马化腾吧 和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各捐了一千个亿 还有其他一些比他们稍微小点的也都捐了几百亿 你们这个不是杀富济贫吗 是吧,然后你们又来说漂亮话来了 你们早干嘛去了 前一段又为难人家,是吧 当然也有人会说了 这些企业家也为富不仁 活该让他们出点血 反正中国吧 因为从根上,从社会制度上就有问题 所以人人都有原罪